郵局每年都會推出的繪畫比賽 今年主題是海科館 一大早就有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來彩繪 我今天在Google其實希望可以得到獎 然後我覺得金融市郵局辦的這個活動就是非常的好 然後讓小朋友能夠多來海科館這邊看這邊風景 然後帶他來這邊多了解這邊的環境這樣子 然後這個活動辦得非常好 希望就是之後每一年都能夠這樣來舉辦 今天很開心帶小朋友來畫畫順便來這邊玩一玩 小朋友筆下的海科館充滿了童趣 與今年的童話藝術節活動結合 郵局鼓勵孩子創作 也相當感謝青陽團隊的大力協助 配合童話藝術節舉辦兒童寫生 那我們這次獲得青陽海洋公司的贊助 提供塞板張的海洋劇場的優待券 提供給家福中心基隆地區瑞芳地區的小朋友 以及我們基隆地區的低收入戶的兒童來一起參與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我們那個郵局經理方面 帶著他的團隊到我們海科館這邊 讓我們這些小朋友親近海洋 然後也看到我們海科館很多很多的那個建築物 第二個我們在弱勢團體部分也是透過他們 在家福中心到這個馬海劇館來欣賞3D這方面 透過這一次的繪畫比賽 讓小朋友欣賞到海科館獨特的建築 以及觀察海中生物 認識海洋多樣的面貌 也結合工藝邀請弱勢學童欣賞3D IMAX海洋電影 郵局方面指出 今年近400位學童蔡家繪畫活動 成績預計在5月中出爐 將公布在基隆郵局的網站上 記者蔡小鈞採訪報導